1、2、3 各位錢賢大家好 各位錢賢請坐 後學站到憶恩智德不休息菩薩 白水聖地不休息菩薩的大德 然後我們的負責群點兒師安排 讓後學有機會跟各位錢賢來一同學習 其實後學原本也是跟各位錢賢一樣 不是抱這班的上課 只是因為剛好李廉師持費 然後學後學機會 因為要後學來練習 可能李廉師知道教學鄉長對不對 個性也都一樣 其實今天我們很多錢賢應該也有傳過這一堂課 我們最深知其實要把一堂課真的把它完全融會冠頭 而且印象深刻 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去傳提對不對 所以後學就是掛這種心情 所以來跟各位錢一起學習成長 那因為我們這裡有 不是只有或許以前熟悉的大層區 所以或許先了解一下 我們剛剛李廉師教大家的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授課的對象 或許知道今天的授課對象 局大部分都是講師 但是或許比較不知道的是 我們來自哪裡對不對 所以或許先調查一下好不好 可是我們或許比較熟的大層區的警局手 好 請放一下 然後大甲區的 好 謝謝 請放一下 河美區的 好 謝謝 好 再來問第二個問題 你已經有傳過這堂課的警局手 大概有 請放一下 大概有四分之一傳過這堂課 然後其他的可能還沒有傳過這堂課 然後已經準備預備要傳這堂課 認識自我以角色扮演 那在開始之前 後學有稍微再介紹一下 剛剛超市講師有介紹 後學是來自於大論區鎮傑系列 然後後學很榮幸 真的也是 以三道平認識的 後學是在到場的時間 是因為在高二的時候 求到到現在 所以在到場的時間 有比較多一點 然後也可以認識更多的淺顯 後學覺得說 不是到底有多久 就拿來說準 而是說 後學有機會 可以跟更多的淺顯 來共結善緣 而且後學覺得說 在傳題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認識很多的學員 可以多結很多的淺顯 所以這堂課 後學開始在傳的時候 其實這堂課 說難不難 但是說簡單也不簡單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說難不難 是因為 它沒有標準的 由成答案 比如說聖者典範 我們就一定要講哪一些 對不對 但是我們認識自我假設扮演 其實是不用的 那就端看自己 我們怎麼去收集好這些資料 所以這些資料的收集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人會關通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編排 再加上自己的經驗 那我們就可以來傳這堂課 認識自我假設扮演 那我們剛剛超級講 結果說我們大概是 五十分鐘至六十分鐘的上課 然後後面也二十分鐘的Q&A 所以我們就 或許就先講好不好 先講 就把它當成是我們正式的在傳這堂課 但是可能有一些地方會細 因為稍微在應用時間的關係 稍微可能快一點 那資料 詳細的資料 都會在我們今天 或許電腦裡面 很多分的都有 如果說要想Call的也可以先Call 或者是說像剛剛講師說的 雲端 那或許先秀一下說 或許大概 裡面大概找到的資料 或許把它印出來 就大概有這一些 就大概有這一些 這裡面 大概都有在 全部不是大概都有在裡面 好 那或許就跟大家來學習 我們認識自我 與角色扮演 好 在開始講之前 或許先用一個 PowerPoint 跟大家做一個前言 為什麼要這麼講 因為認識自我 與角色扮演 其實自我 好像很簡單 我就是我 對不對 人一天當中講最多的字 是哪一個字 大家知道嗎 我 對 可是我 但是全世界最不了解自己的是誰 我 對 很矛盾吧 很矛盾 好那我先看 誰搬走我的乳酪 這是兩隻老鼠 跟兩個小人的故事 從前兩隻老鼠 跟兩個小人 他們住在一座裡面放了很多的獨特宮殿裡面 但是沒有告訴他們在哪裡 但是兩隻老鼠 他就 他就 他就不管怎麼樣三七二十一 他們就開始一直鑽一直鑽一直鑽 終於他們找到了 然後這兩個小人 這兩個人 他們比較不一樣 他們是按照邏輯 按照邏輯 按照分析 按照推理 終於找到了這個乳酪 所以他們也 他們一樣 或者很快樂的生活 或者他們連住的地方都搬到這個乳酪山的附近 但是有一天 問題來了 乳酪山不見 乳酪山不見 乳酪山不見以後 那兩隻老鼠做了什麼動作 他們看到乳酪山不見了 第一個馬上 快點 找一個下一個乳酪山 但是這兩個人 就不一樣 那兩個小人 他沒有辦法接受 他沒有辦法接受 為什麼乳酪山就不見了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互相討論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山 然後就這樣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其中一個小人 他想了 不行 我還是要想辦法再去找 但是另外一個人還沉迷於那個 不願意搬走 他覺得不對 一定出了什麼原因 為什麼我乳酪山不見 然後他很希望說 那個人趕快把乳酪山還給他 而且我們在生活上遇到事情 有時候我們會不會是後面這個人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受到人家的傷害以後 就開始想 為什麼會傷害我 我人這麼好 對不對 我對你也這麼好 那為什麼你要傷害我 可是這就好像乳酪山這個一樣 結果出去找乳酪山的小人在路上 因為他出去找 是不是他一定找得到 不一定 但是他至少出去找了 但是過程當中他也會擔心啊 我到底找得到找不到 我這樣做對嗎 我做這個決定是對的嗎 然後他就開始去找去 去過程裡面 他一邊找一邊心裡動揚 然後後來他發現說 當一個人擺脫了自己的恐懼以後 他會覺得無比的憧慨跟舒適 會顯顯我們有時候人的快樂啊 應該是說人的煩惱跟憂愁 其實不是來自於外面有一個什麼力量 是來自於自己的什麼 內心 因為內心有什麼 恐懼 因為內心有恐懼 所以你一旦擺脫了以後 你就會能夠看過來很舒適 雖然還沒有馬上找到 但是他不再會因為失去而感到痛苦 最後他終於找到新的乳酪山 也見到了那兩隻老鼠 然後這兩隻智慧的小老鼠 已經發現了舊的乳酪山 有越來越少的趨勢 所以他就已經開始為找下一座而努力 但是當這個小人興高采烈的時候 帶著很高興的時候 帶著這個新找到的乳酪山的乳酪 回去找他的朋友 因為他想他的朋友大概還不願意離開了 所以去找他 但是他的朋友卻拒絕吃新的乳酪 因為他仍然想到說 吃舊的乳酪 能希望拿走乳酪山的人有一天 還是會還給他 跟我們人上面很像 很像對不對 所以是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那我們的乳酪是什麼 事業 愛情 學業 還是家人 我們常常在一個人在途中不知乎的時候 你就好像你已經擁有了那座乳酪山 但是你卻忘了其實你的乳酪山會失去的 所以你從來沒有準備 然後你從來沒有心理準備 你從來都沒有想過你會失去他 可是當你一旦失去他的時候你又怎麼樣 你又像第二個小人一樣 是誰搶走 是誰跟我搬走 所以那我們人快樂的滷落在哪裡 是誰來決定我的行為 有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有一個專欄作家 美國的一個報紙的專欄作家 他叫做哈里斯 然後他和朋友去一個書包攤買報紙 結果那個朋友禮貌的對書包攤說了一聲謝謝 但是那個報販賣報紙的人 他卻一口都沒有回答 結果哈里斯的朋友就跟哈里斯說 這個態度很差喔 態度很不好喔 然後你說的不對 然後他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哈里斯就跟他回答說 他每天都這樣子來 他每天都這樣子啊 那我朋友說那你為什麼還要跟他買 然後結果哈里斯就告訴他說 為什麼我要讓他決定我的行為 而且我們平常會有時候會這樣子 我現在台度很不好的 口氣很不好的 口氣很不好的 所以我們會決定怎麼樣 不去買 所以當你這樣子決定的時候 其實你是把你快樂的要是怎麼樣 交給別人 你讓別人來決定你今天快不快樂 所以哈里斯不期待別人能夠讓他快樂快樂 他希望能夠將快樂與幸福帶給別人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心中 都會把快樂的鑰匙 我們去在不知不覺當中 都把它交給別人管理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來講認識自我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太不了解自己了 我們常常我們把所有的希望 把所有的決定權 其實你都有那一支鑰匙 但是你卻把你的鑰匙都雙手幫手奉上 交給別人 請你決定我今天要不要快樂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女士她就常常抱怨 活得很不快樂 然後因為先生常常出差不在家 然後她就把快樂的鑰匙交給誰 先生 然後一個媽媽說我的孩子不聽話 所以我非常的生氣 所以她把鑰匙交給誰 孩子 然後婆婆說我的媳婦不孝順 所以她把鑰匙交給誰 媳婦了 然後年輕人從文具店走出來說 這個老闆的服務態度惡劣 把我氣炸了 所以她把鑰匙交給誰 老闆 所以這些人都做了相同的決定 就是讓別人來控制她的心情 因為有一些實在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一直想 然後再講第二個故事 有兩個和善他們分別在鄉民的兩座山的廟裡面 然後他們每天因為同的時間都到山下故事 他們有像現在有自然水 他們都走了一段路到了山下去挑水 結果這樣子他們就認識了 而且當了好朋友 經過了五年 結果到了有一天 突然之間 左邊的這座山的和善沒有下山挑水 然後右邊的這座山的和善就想說 今天偷懶了 到現在還沒有來挑水 結果他就想說 他一定沒有來挑水 結果第二天第三天 都還是這樣子 他心裡就想說 那我可能我的朋友生病了 他可能生病了 我去看看他 到底需要什麼幫忙 然後就這樣子 左邊的和善 到了去看左邊的和善 左邊的和善說 好吧我帶你去看 為什麼我不再去挑水了 結果他帶著右邊的和善去看到他 廟裡面的一口井 然後他說這五年來 我每天做完功課都會抽乾 挖口 挖 抽空 挖這口井 即使很忙的時候 能挖多少 就挖多少 所以 現在 因為我已經有井水了 我必在下山挑水了 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練我喜歡的太極拳 所以 我們要隨時準備 挖好 屬於自己的井 然後不要怕改變 因為危機就是 轉型 我們常常都沒有做心裡的準備 其實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在怪別人 對不對 我們都在怪別人 事實上很多時候 其實都有徵兆可循 而且你們有沒有聽過最近 有一個很夯的名詞 叫做斜杠人生 這個時候又用到 也是叫我們的要 PowerPoint 跟什麼 互用對不對 有看過這個名詞的請舉手 好 謝謝 有些人 還沒有看過 好 斜杠人生其實現在很紅 什麼叫斜杠人生 比如說後學的頭銜 後學的頭銜 剛剛不是說 正傑系列負責人 然後 and and 之身中治班 對不對 and and 文區總部組組長 對不對 那這是道場的資歷的斜杠 好 當你在你的 你的人生當中 比如說你的職場裡面 你有可能是 比如說後學自己 後學自己是一個 小公司的老闆 那就是某某公司的負責人 負責人 然後 直接幹什麼 後學可能在對某一些方面 可能很有興趣 後學可能也是一個什麼 比如說藝術工作者 就這樣子 類似啦 這個在後學身上 是永遠不可能有機會看到的 但是 各位先生 為什麼要講到斜杠人生 其實跟挖井是一樣的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我一輩子都為老闆賣命 對不對 然後我一輩子 然後又等不到些什麼 然後我應該 然後等到 退休的時候 你說我等到退休以後 我再要做什麼 常常做什麼 來不及了 因為可能體力 可能某些方面 你都沒有辦法負荷 所以挖好屬於自己的井 不要害怕改變 好 我們在工作領域上 即使薪水 股票拿著再多 那是挑水 不要忘記 把握下班後的時間 歪口屬於自己的井 培養 另一方面的實力 未來當年紀大的體力 拼不過年輕人 你還是有水可喝 而且還喝得很悠閒 好 所謂滷肉永遠是 靠自己的努力創造出來的 好 那這個就是跟大家講 然後 後學要跟大家講說 什麼認識自我與角色扮演 剛剛算是前沿 為什麼要帶進來這一些 是因為讓大家更清楚說 我們真的有必要去探索 自我探索 自我了解 那你才能夠知道 自己的不足 好像剛剛講的 那兩隻老鼠 他們就是馬上看 情況不對對不對 他們馬上就趕快找下一步 可是那兩個人 還經過了討論 而且其中一個人 已經受不了 已經開始 開始做改變了 另外一個人 他自己就 一直沉迷在 別人把他偷走了 那個乳酪 他一定就一定要想辦法 找任何的方法 都要別人把乳酪還給他 所以這就是我們 可能有一些 我們自己 性格上不足的地方 我們必須要去 把它找出來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出來 就是真正的重新回到認識自己 好 那我就是我為什麼要認識自己 就像剛剛問大家的 我最清楚啦 就是我這個人就是我對不對 每天你常常照鏡子 其實各位先生 後許就說一個大家 可能有人注意過 但是也可能不知道 你說你很認識自己 有沒有聽過自己錄自己音 然後放出來聽下一跳的心舉手 好 請放下 你會聽到你自己人錄的音 你會 心裡會想什麼 這是我嗎 對不對 我聲音有那麼難聽嗎 好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在座有大概應該有五十位左右 也只有幾位真的聽過了 所以你看 真的認識自己嗎 要開始想 你不一定認識自己 你連你的聲音 你都聽了都不習慣 對不對 聽了都覺得那是你嗎 別人聽你的聲音都聽奇怪了 他知道那是你 但是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所以其實最不了解的 最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什麼 自己 那我們求過道以後 上課的時候 後學自己 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後學有一次上明德班 然後剛好講一次 他就講了一句說 聖人過多 小一個字 聖人過多 小人 閒人過少 小人 無過 後學寫凡人無過 不要寫小人 自己 自己說自己小人 也是有一點點 講不太下去 凡人無過 我們那時候還是凡人 然後後學當下很不認同 然後就開始想 那講師就告訴我們說 那你們現在 不然你們現在開始想 你們自己 有什麼缺點 而且你就好像現在 後學問自己 問大家 大家是不是有拿到這張了 對不對 好 你們如果覺得 後學講得不夠好的時候 或者是有點無聊的時候 或是有點無聊的時候 無趣的時候 你們可以拿起筆 可以寫寫這一張 然後 再來就是 講師就告訴我們說 你自己想一想 你有什麼缺點 或許你當下真的很認真 很努力 想了很久 很難 不知道我有什麼缺點 都還好 可是先生 會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是講師 我們都經過了那一段 後學回過 經過大廠幾年以後 就嚇到了 講師講的是什麼 真的 我們真的好多缺點 為什麼 那時候 講師在講的時候 我真的想不出 我有什麼缺點 所以 說真的 我們自己真的很不了解自己 但是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會發現很簡單 你去找一個好朋友 或者是 找你的家人 比如說 太太找先生 先生找太太 然後先約定 約法三章 就是 拼無閉密 一定要先說 拼無閉密 今天是要認識自我 拼無閉密 你跟阿公說十個缺點 你覺得容易不容易 講對方 講對方 容易 容易 馬上 可能五分鐘就開關 五分鐘馬上就 答案給你 對不對 馬上就給他了 所以 那很奇怪啊 我們自己想 要想個十個 要找時間 找那麼久 為什麼我的朋友 五分鐘就解決了 甚至於不用到五分鐘 只是他寫字可能沒有那麼快 對不對 不然可能三分鐘就解決了 所以 真的 看別人很容易 看自己 很困難 所以 我們不認識自己 一個人 不認識自己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很大的悲哀 由於我們不認識自己 就不可能認識這個世界 要認識世界 就必須要先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 要認識自己的自信 心中的問題沒有解決 就是不認識自己 不認識自己 怎麼又能夠認識別人呢 所以 簡單的說 為什麼要認識自我 就是要讓自己什麼 更好 好 好 那都先已經認識自己了嗎 原本很有信心的 經過或許以上講完以後 這個答案好像變成大家都開不了口了 開始想說 欸 講這好像說得對 好像 這樣 我不太認識自己 好 那來時浮渡 居時明空在人間走一回 未曾生我 誰是我 生我之後 我是誰 長大成人方之我 何眼朦朧又是誰 然後 所以各顯顯 其實 人啊 真的 我們來了一輩子 常常有時候 放你最清楚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是要離開的時候 對不對 有時候 很忙 忙到 連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誰 忘了你扮演什麼的角色 所以 人為萬物之靈 存在不只為求衣食文法 更要對自己存在的意義要濃厚的興趣 西方哲學家就這麼說 生命究竟我沒有意義 並非我的責任 但是 怎麼樣安排 此生 就是我的責任 所以 人生 也許我們生下來 就好像 我們沒有拿到一副好牌 但是 透過你了解你自己 以後 怎麼樣把牌打好 那你沒有辦法怪別人 你沒有辦法怪別人 那就是你自己的責任 所以 自我 與角色的不同 有一本書叫 為自己出征 那故事的主角 是一個武士 他為了扮演一個喜愛的 以 人人喜愛的角色 所以 他所做的事情 都為了討好別人 他無法表達真實的情感 因此對於配偶 兒子 的愛 都無法領受 而武士自己 更無法將自己的愛 獻給七小 他一心一意 要當 被人稱讚的一個武士 所以 他身上的盔甲 因為他常常要去救人 所以 他常常就把盔甲 常常要穿在身上 那到後來 因為太平反了 他就覺得說 那乾脆我怎麼樣 我盔甲不要脫了 我每一天都 隨時都穿 都穿著盔甲 因為 以防萬一臨時有事情 他要出去救人 到最後 你知道 變得最嚴重的是怎麼樣嗎 他的盔甲脫不下來 所以 他沒有辦法進食 他的妻子 只能靠他的太太 將食物餵給他 儘管如此 他是完全沒有體會 什麼是愛 更無法活出真正的自己 好 或許 簡單的 秀這個 power point 給大家看一下 他裡面到底有哪些東西 會自己出真 齁 這本書的封面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如果有空 你們可以去買這本書回來看 這本書真的很好 其實 我們人很多時候 其實是羨慕在這裡面 那你要透過認識 其實我們就像這個一樣 其實我們身上 我們常常用某一種東西 來說服自己的那個東西 就是這個盔甲 然後戴上了這個盔甲以後 後來你脫不掉了 你沒有辦法再回到 那個盔甲裡面那個自己 所以武士的難題 因為 常常為了證明自己 是好人 而是做一些事 我們學校有時候會這樣子 對不對 為了要做好人 所以我一定要 忍辱不重 然後要怎麼樣 忍氣 吞聲 然後還要 還要 有時候在職場裡面 為了要讓人家覺得 我們是道親 我們人很好 所以 所以可能不是属于我们的工作人家 要我们做我们也是义无反顾的就去做的 但是人总是神 有时候如果好人好到太好 那就变成什么人? 烂好人 那就不是真的好人了 所以我们会珍惜我们像五四般的盔甲吗? 然后你会让你的亲人不认识你 而您认识你的亲人吗? 那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找谁求救 这里面就是他有找到一个法师叫做梅林 梅林是法师 然后这个梅林法师他就 他其实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说 他知道有人可以解决他的方法 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然后帮他脱下挥甲 那这个人他是称作梅林法师 然后最后 那个梅林法师就教他这几个方法 真理之道 他说你曾经多久没有感受一个勇 一个勇跟勇抱的温柔 然后在康宫大道跟坦克小路 我们要选择 那如何达到真理之边 一定要经过三个土堡 这个梅林法师叫他去找出一条真理之道 真理之道 去发现找到自己 有三个土堡 第一个是沉默之堡 有时候我们心都外放了 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去探索内在的自己 所以梅林法师叫他要找到沉默之堡 而且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就是每一天找一些一点点片段的时间都可以 那时候真的就只有你自己 那后期觉得最好的方法 再到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用我们老前人教我们的 白学生力教我们的真人静坐 真人静坐不是一定要盘腿 所以一定要在佛堂里面拿个普团 然后这样子盘腿打坐 找个地方 安静的地方 然后用三宝 就是用两宝 用我们的第一宝 我们的首旋 跟我们的心中多念五字真言 然后好好的静一静来面对自己 在了解以后才能够真正的看见自己 然后再来知识之宝 知识之宝就是 也就是像我们老脸师常常告诉我们 我们要多读书 其实这个或许也常常在自我反显 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忘记 有时候会忘记 一忙就忘记 或许最近在跟我们正义的 我们正运佛堂的无名中文讲师 就跟他讨论 或许很羡慕他把道德经都背起来 或许就跟他讲说 或许半年内也要把道德经背起来 就跟他说你既然都背起来了 那好许也要效法你 要把道德经背起来 开始背了五六天都很认真的背 可是到了后来 或许现在想一想 为什么我忘了这件事情 所以也难怪以前 我们常常都常立志 我们常立志 但是都没有立志 讲一讲就都忘记了 所以知识真的很重要 那知识也会指引我们前面的一条 沉默是一个人独享知识属于大家 知识会指引我们前面路的挂 然后再来我们也没有把需要当成爱 然后爱自己也爱别人 私自自保 再来自有自保 我们刚刚有说 人常常你在心情不好 烦闷这些不好的情绪 其实有时候是来自于什么 恐惧 所以他在这书里面有讲到 他要去杀一只恶龙 那这只恶龙是什么 就是一句之龙 那这个一句之龙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就是说假 那我们其实自己常常很害怕的东西 那就是真的吗 其实也是假的嘛 对不对 可是他又让你真的很害怕 就好像各位贤姐 其实今天要来在这个讲台 要知道说 或许还要讲给大家 有很多讲师也都很资深 然后也都在传题过 后学来讲这堂课 会不会害怕 还是会害怕 当然会害怕 可能不会害怕 不害怕是骗人的 还是都是害怕的 但是这个害怕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其实真的 其实是假的 我们常常 太多时候 其实是拿假的东西来 下自己 所以真的要像 李莲是刚刚说的 我们讲课 用心的准备 当然真的就是放轻松 因为毕竟 我们在佛堂讲课 说实在的 道清都很善良 对不对 所以讲完课 不管好不好 都会更 哦那是你讲的好棒 对不对 但是当然我们自己要知道 你到底讲的好不好 不要说真的人家讲的你都相信 没有准备好就上讨 那我们要充分的准备 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在一切 我们就去做隐藏心得去滑回这样就好了 或许跟大家讲一个 分享一个故事 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或许需要看一下时间 10点10分 所以我们刚刚是9点40 所以最晚讲到10点20 没有最晚讲到10点20 现在是10点10分 对 好 有没有10点40 一个小时 所以现在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样才对啊 吓死了 那 这个吓就真的了 这个就不是恐惧了 这个是真的吓到了 好 或许跟大家分享一个 有趣的故事 但是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所以或许都说 或许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这也算是一种恐吓 因为或许上课 其实算是不认真的班 常常上课都会打瞌睡 刚刚理念是假的 或许都有 不能料笔啊 还是什么 可是或许上到陪德班 就很厉害 或许训练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或许知道印象是陪德班 还是在菩提展验上 或许练到有办法 打瞌睡的时候 头这样低下来 很像在写笔记 或许都很自豪 这样子老讲师一定不会发现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道场不是讲英国 英国就是报应 或许开始传题没多久 有一次 或许印象是在 在南投那边有一个米德班 是比较年长的班 然后就是班员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结果 那个大雄 他从后许开始讲课 不到十分钟 他就开始 不管后许说什么 他都非常 踊跃的热烈的 跟后许表示 头一直点 一直点放 然后越点越大笑 越点越大笑 点到最后 因为他前面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结果他最后 点到最后 那个力量太大了 整个人冲出来 结果或许是没有下一条 那是或许没有下一条 或许知道 或许看到 后面那个负责讲师 脸都铁绿了 不过或许就说 这是后许的 现世报 所以 跟各位先分享一下 如果有班员 如果喜欢打客 所以你们可以跟他讲这个故事 可是说 以后你没有想当讲师了 就千万不要乱喝水了 会有现世报的 所以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 认识自我 就是真的 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然后再回到一句子 会更强大吗 真理之天 所以 虽然我拥有死宇宙 但是 这个宇宙并没有一样是我的 因我不可 因为我不知道 知道未知 就好像我不愿意 放弃理知 所以各位前行 其实我们常常 有时候 我们在追求什么 我们在追求 其实 你永远都追求不到的东西 然后你用尽一辈子的心力 去追求 那你倒不如 你把心思放回来 你现在拥有的 然后去做 把现在拥有的 慢慢的去做 进步 所以刚刚说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扮演很多 我们有很多的角色 但是这些角色 有时候常常 就是我们的盔甲 刚刚说的盔甲 其实角色 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盔甲 你看 那 表情人不曉得 家里有那个 说家长是 军人退伍的 爸爸 或者是爷爷 是军人退伍的 你在看他在管 管教家里的孩子 孙子 有时候 会把他以前的 角色怎么样 带到家里来 就好像操兵一样 什么都要一板一眼 那个棉被要 要有灵 有脚 要有灵 有脚 可是这样子 他也痛苦 被要求的也痛苦 然后我们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 所以 我们都会有一个角色的 角色的期待 然后我们对这个角色 我们自己会被期待 那我们也 我们会被期待 我们也会期待别人 那角色冲突的时候 就是会像这样子 如果你同时扮演两个 你又要是 比如说 最简单的 如果你当老师 你这样子都要求学生 对不对 然后回到家 看到你的孩子 跟你的学生一样 那你要怎么样 还是要求 但是就会怎么样 冲突了 对不对 因为孩子会希望说 我 最后他会说 我不希望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是老师 对不对 他说我希望 我要的是爸爸 我要的不是老师 老师 我在学校就有了 好了 所以 我们要缓解 我们现在的角色 到底有哪几种 我们要如何换演 他是否成功 所以 不晓得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逐渐一步一步的 生活在角色规范当中 于是长期的 为别人而活的规范下 一遇分目 不但自我的天赋 逐渐退化 也丧失了花卫的机会 当然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 我们有哪些角色 在家庭 我们是父母亲子女 配偶亲戚 在学校我们是学生 朋友 干部 实长是工作者 上司部署 在社会上是公民人类 在中国春秋时代 有个吉国大夫燕英 他参说在诸国之间 屡屡都完成尖南的使命 有多少诸侯都用他的短小身材 而屈辱他 但是这个燕英 燕子不但入以为意 反而不卑不亢的从容应答 其实就是燕子有一个自我肯定的心 现在来了 各位先生 其实我们刚刚说自我 认识自我 也刚刚说角色的冲突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慢慢的 学会肯定自我 那什么是肯定自我 自我肯定 就是在人际交往的积极作为 在跟别人建立开放真诚 直接适当的沟通 不要让自己吃亏 但是不要让别人便利 不是因为自己 不要因为自己的优点而骄傲 然后也不要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自卑 所以明白这个以后 就是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方法 各位先生 我们 全这堂课一定要 应该不要说一定要 而是这堂课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料 就是说 有个心理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周哈里庄的模式 因为这一个人的内在可以分成 自我了解他能了解 自我了解他能不了解 自己不了解 而他人都了解 自己他人都不了解 各位先生有看过这个吗 这个区块 没关系就这里了 这个区块是什么 开放的我 就是我自己知道 别人也知道 那这个是 这个是 你盲目的我 就是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人知道 我自己知道 他人知道 这个最普遍的 我们不用多讲 对不对 你讲的什么样 你叫什么名字 这些大家都知道 你的朋友也都知道 但是有一些是 他别人知道 你不知道 比如说什么 柯姐 有没有 可以举例的 你觉得 有什么东西是 你 你 不知道 这是你的朋友知道的 好 对 这是 口头禅 然后 或许跟大家讲一下 或许 因为是新民班 所以或许也没有说 大家一定要这么做 但是因为或许自己 公司的东西 所以 或许都会送个小礼物 引起大家的 上课回答的意愿 然后 什么是 什么是 自己不知道 当然知道 比如说 口头禅 再来呢 还有什么 小动作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的脾气 有时候有一些脾气 是我们 人家知道 不知道 人家如果告诉你 你还不敢 你还不敢 不敢 承认 不可能 我哪有可能 有一种脾气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 什么 隐藏的我 就是 我自己知道 但是别人不知道 这个自己心里 什么 最清楚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故意 不让人家知道的 故意不让人家知道的 所以 其实我们的心里面 都有一个角落 那个角落 只有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他说 夫妻两个 男女朋友两个 在一起 现在都很无聊 因为有时候没有话讲 都玩什么 玩手机 他说 要改变这个方 改变这个困境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 两支手机互相交叉 好 就是 把你的手机 给你先生玩 你的先生的手机 给你玩 后来 马上说 马上就会什么 很热闹 不一定翻 马上就会很热闹的 你跟我说清楚 这个是谁 他为什么跟你讲这些话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心里一个 最深处 不让人家知道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什么 未知的我 未知的我 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其实别人也不知道 而且你这一个地方 如果能够 让它越小 那你就真的成长了 你就真的成长 没有 可能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开发的空间 好 所以 这个大概就刚刚都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讲了 好 那周里他说的概念是提出 希望让人们能够清楚的 掌握自己 这四个部分 透过自我 行查 自我 能够坦承 能够 还有透过他人的回馈 等方式 让开放的我越来越大 其他的部分 越来越小 那 底下这些 是后续在找资料的时候 黑幼龙 黑幼龙教授 他的一篇文章 跟我们今天讲的 又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跟连结 后续就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 他说 就刚好是分享这两个字 他说以色列有两个内涵 以色列有两个内涵 各位先生如果你看到 你看到网路 他是写巴基斯坦 各位先生不要太压抑 不是后续写错了 是文章 他是写巴基斯坦 他是后续上网去求证 结果巴基斯坦没有 这两个内涵 原来不是巴基斯坦 是以色列 以色列有两个内涵 一个叫加利利海 一个叫十海 那这两个内涵有什么差别 其实 他们都是内涵 就是所谓的海是很大的湖 其实不是真正的海 是一个湖 然后 这两个 这两个内涵 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 加利利海 他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生物 跟植物 跟鱼类 而且 他们的来源 水的来源 几乎都一样 因为是先流到加利利海 先流到加利利海 然后加利利海再流到十海 那是唯一不同 然后 各些人 应该有看过十海的介绍 对不对 十海那个福利 水很咸 没有任何生物 然后福利很大 然后很多人都到那里 你们有看到那个网路 在介绍人到那个十海里面 一躺下去的 叫什么 浮起来 你到那里都不用学游泳 游泳 有点像那个小叮当的那个 里面大雄 不会游泳 就叫小叮当 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 把他的那个工具拿出来 一用下去 他就变成浮起来 十海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的差别 就在于分享 因为 加利利海的水 他没有自己流着 他没有自己水 就流着 他接到了这个水以后 他水会再流出去 然后甚至于就流到十海 但是十海很不一样 十海就是一个很吝啬的海 吝啬的湖 他有了水以后 他自己都不留 不留给别人 所以他自己就流着 那流着以后 结果他最后变成什么 十海 什么通通没有 所以一个懂得分享的人 生命就像加利利海的活水一样 豐沛而且充满活力 所以我们要容纳越多的活水泉沿 要宽大的胸怀 哥德就说过了 能分享他人的痛苦的是人 能分享他人的痛苦的是人 能够分享他人的快乐的是什么 是神 所以就像周里哈聪理论一样 每个人的内在都像一扇窗 分的四个部分 分享的时候第二块第三块会越来越小 第一块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别人也会把他所看见的部分告诉你 所以要怎么样培养分享的能力 一个能够看别人的优点跟成就 了解他怎么做 学习表达的能力 相信自己也有一个优点 有成就的人 就不要怕别人显理不好 再来是倾听 各界倾听很重要 在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讲 沟通技巧 表达技巧 什么都 几乎讲一讲都会讲到倾听 为什么说倾听 而且我们其实常常有时候我们都犯了一个毛病 你觉得你有在听 但是你真的还不够 好 你真的还不够 你要真的把全心全意 然后注意听 你所听的人的对方所讲的话 你最好要能够认真到 听得出他的情绪 听得出他想要跟你表达 而且我们常常在跟家人 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要跟我们讲事情 然后我们有时候 刚好又在忙其他 然后可能就是这边听什么 这边过去 那 我们不会觉得说 常常有时候我们也会嫌我们的孩子说 什么 我都跟你说 跟你说你都没听 对吧 所以是谁先没有听他的 是自己先没有听孩子的 因为你都会觉得 这个事情很小 这个不重要 对不对 大概听过就好 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请听 所以当你请听的时候 你就能够听出 对方要告诉你真正的 他的问题 甚至于他对你的建议 所以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分享 我们就能够 能够听出别人对我们的建议 然后就让我们的自己 我们不知道的部分 又越来越小 然后再会问问题 其实这个也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 口才不好 事实上没有口才不好 也许上台需要口才好 但是这个可以透过后天的练习 但是平常的时候你跟你的好朋友 跟你的配偶 你的另一半沟通 或者是问问问题 需要口才好吗 不要 其实是有心跟没有心而已 有时候你只是觉得说 应付一下 然后就我们要忙自己的事情 如果你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态 你又会问了问题 这样子就有给彼此鸡蛋的机会 我们的想法就会更精彩更充实 所以懂得分享生命是彩色的 然后提升自我与自我实践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何改造自己 麦克阿瑟的慧子祈祷我里面 跟我们刚好相反 我们的老一辈阿公阿嬷 甚至我们自己到庙里面烧香拜佛 就是希望神明保佑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子孙 我们的孩子什么 无病无灾 对不对 但是麦克阿瑟他说 主啊请讨议我的儿子 让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让他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软弱的 使他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让他能够在畏惧的时候 看清自己谋求不救 我祈求你不要引导他走向安逸舒适的道路 而要让他遭受困难与挑战的磨练跟策利 让他学习在风暴当中挺立起来 让他学习对失败的人们加以同情 有没有很伟大 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教育孩子 如果你要教育孩子 他是无病无灾 那你就祈求坚果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已经注定他不可能 一帆风顺了 对不对 因为人生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除非你家里是像王永庆 这些大企业家 你就保证说这些人都不用处理我靠坚持 你都留在家里 留在家族企业 但是常常这样子还是一样 靠三三位打完 所以发现到自己有缺点并不可耻 也不需要自卑 也因为人有缺憾 所以才要克服他 就要克服困难的过程 才能遇到更完善的是我 佛陀对于生老病死 有深刻的困惑跟困难 但是他去找到一个方法以后 他就可以把这个方法救度世人 所以我们也跟佛陀一样 我们也都有这些生老病死的困难 只差在我们没有想过说 去找出这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幸好我们现在求到了 求到是让我们先得而佛修 埃斯坦小修就是因为数学太差 才专注发明出数学为基础的相对论 这个很讽刺 但是数学太差 结果发明了全世界 还没有办法突破的相对论 所以不要让这些不好的情绪 把自己包围 应该把它转换成积极的潜能 加以磨练 让自己引向全新的自我 然后白脱煩囊的良计就是自信心 也就是说接纳自己的短促 然后积极发挥自己更多的长处 齐克果 他就说人会经过这三个阶段 感性、伦理还有宗教 感性就是一开始的 只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到了伦理要学习跟他的相处 到了宗教要有奉献的精神 很幸运 我们现在都是在第三个阶段 那季工佛我告诉我们 人无远至盛其能力的立功 修办来生命的起点 好 再来 我们也要 改造自己 要拥有这一些 情绪智商 第一个是IQ IQ大家知道吗 我们刚刚有说知识的重要 那个武士 武士的那个 真理之巅 他就讲到知识 所以知识之宝 所以我们要IQ 透过读书可以增长智慧 爱因斯坦说 我看到也是因为 我站在巨人的肩膀 那什么是巨人 就是可以 全能累积的经验 透过苏格人的阅历 可以了解人的一生 EQ 良好的情绪 了解自己的情绪 控制自己的心情 激励自己 所以其实真的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很难做到 就好像刚刚第一个 我会觉得说 要背道德基 真的不到一个礼拜 或许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要持续 真的很困难 所以 其实 什么是成功 就是 坚持不断的 持续不断的 做一件 哪怕是小事 你能够从头做到尾 那就是什么 成功 所以这里就是 认识自己的不足 或许知道自己不够了 或许才会知道说 怎么样去让自己做 自己补不足的地方 那EQ 就是有时候我们人 真的 不了解自己的心情 情绪 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话 以前即使后学 也是很冲的人 或许个性也是很冲 哪怕在修道的过程 有时候也会不小心 也会犯这个毛病 可能自己 从小就觉得自己 很有正义感 很有正义感的人 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 眼睛真的融不下 那种 不正义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 喔 可能 基本就是 不是插帮人 插到心脏 所以就会想要 想要尽办法 有时候就要争一口什么 争一口气 争一个理智 争一口气 但是有时候 常常 你为了争那一口气 争那个理智 常常有时候 反而把原本那件事情 弄得什么 更大 然后最后 无法收拾 社会上不是常常 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对 所以情绪控制 真的很重要 然后 XQ 就是我们的 smile 就是微笑 各位先生 真的 尤其我们在修道 最好的故事 其实就是什么 微笑 真的 因为人啊 你看我们看到一个人 看到一个人 然后常常都这样子 带着微笑 你是不是觉得 人一目 纯佛 如果你随时 虽然即使是你自己 心情不好 或者是你的身体不好 那你常常都带着一个苦瓜脸 人家看到你就看到一个什么 苦 你会发现 不太敢有个什么 接近你 因为他会以为说 你 他会以为说 他有欠你钱 忘记还 所以 他一定会远离你的 然后 然后 CQ 就是创意 然后 MQ 就是道德的智商情绪 LQ 就是不断的学习成长 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你建立人际关系的四种方法 一个是关心 就是关心 从关怀中 表达 对他的问题的关心 然后要站在他的立场 我们有时候 我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关心 就好像说 我们跟孩子有时候 为什么会有共同 就好像 等下是刚刚说的 永远都不知道 我们说的 你 你起来的人 不知道我们坐的人的艱苦 我们坐的这些其实很痛苦 你还能够出来耍去 你还能够去 我们只能坐的这些 稍微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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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站在别人的立场 或合理的要求 要混沌坚定的拒绝 合理的要求 新人愉快的同意 好 再来是 be interested的 针对他的内容感到 兴趣 其实人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讲的话 你是有兴趣 我才会什么 继续讲下去 如果 那我觉得 你不在吗 那我可能就讲不下去 那就没有办法 建立人机关系 再来是要 宽容 再来是 真诚的表达 真诚真的很重要 或许以前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道心 他是在上 那时候在上 学界人力的班 他就分享 有个道心他就分享 他说 我有个学姐很厉害 她很会度人 但是她口才不好 有一次 她陪着她的学姐 要去度一个人 那去到那边 他学姐一直讲不出来 一直想要告诉他 说我要带你去求道 就讲不出来 就讲了很久 但是你知道吗 最后那个人 居然答应他 跟他去求道 原来对 原来他 可以让他感受到 这个道很好 他一定就是 就算他不会讲 他会想要带你去求道 所以人的真诚 是有办法被感受到的 甚至于被感动 所以各些人好选 今天上课也很真诚 你没有感受到 有 那自我选择 接纳自己 所以在一个神奇的 假如王国里面 有一个神奇的 假如国王 在这个王国里面 你可以扮演 谁爱扮演谁 就扮演谁 你可以扮演总统 明星 正式能武器一家 科学家 那在这个神奇王国里面 你想扮演谁 想象一下 如果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这样的意思吗 想起来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好 OK 那就 赶快让他结束 那我可能要扮演神王 然后我的理由是什么 那爱尔兰有一个很有名的 他也是文学家 艺术家 就是音乐学家 他叫萧伯纳 他临终的时候说 如果有机会 再让我活一次 下一辈子再出生 我要选择当谁 自己当萧伯纳 这个萧伯纳真的 他有很多名言 有时候我们在讲课 或许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找一个金句 什么叫金句 其实你看广告 其实你们不想要留意 在广告里面 他们常常都会出现一个 很震撼的一句话 那个就叫做金句 比如说 后续一开始要讲的 忘了讲 他说一句话 他说 你不一定出类拔萃 但是你肯定与众不同 各位相信吗 相信 你看这样讲起来 是不是就很有力量 有时候我们要找到这样的话 那萧伯纳有很多这样子的名言 有一次萧伯纳 他看到一个俄罗斯 他到俄罗斯演讲 看到一个俄罗斯的女孩 在公园玩耍 然后跟他很契合 然后他就是告诉那个女孩子说 女孩女孩我告诉你 回去 告诉你爸爸妈妈说 你今天很幸运 你遇到了萧伯纳 然后那个女孩子也不适弱 而是萧伯纳自己讲的 那个女孩子也不适弱 他说萧伯纳萧伯纳 你回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说 你今天很幸运遇到一个 很漂亮的俄罗斯女孩 好 所以要相信自己 对自己有信心 好 那圣人的志向 你看 炎夫子的志向 然后孔老子 最后孔老子的志向 老者安吃 朋友信吃 少者皇吃 然后你看 六祖慧能跟五祖说 五祖问说 你是什么人要求合物 然后慧能回答说 唯求作佛 不求余物 你看多么大的志向 多么大的自信 所以课前一定要有自信 尤其传这堂课 一定要更有自信 因为更有自信 人家才会 对你所讲的东西要更认同 所以有一首歌就是 演好你自己 那我们等一下 Q&A的时间再来放 好不好 不要再担任大家的时间 所以最后 我们认定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愿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将来也会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认识自我越深入 就能自我越肯定 然后人的价值要自己去创造 在自我肯定中 去创造价值 在创造价值中自我肯定 最后祝福各位 有三光 第一个 光荣的过去 光辉的现在 跟光荣的未来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你看 实在太紧张了 好 今天我们 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到这边 好 这一个好 后学刚刚我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后学准备的资料 在这里面都有档案 后学我要印出来 这个是方便说 我们在看里面内容的时候 其实不用一直都盯着 盯着内容看 有时候 因为我们有找到一些 资料是从一些其他的文章 摘录出来的 那你可能 把它印出来以后 你会帮助自己 为什么我会把它加在我的 我的PowerPoint的里面 好 所以 大概就这些 像黑幼龙的 好 然后 这个就是 为自己出征的 那个 除了后学有去买书以外 也有在广路上找 人家的那个什么 读书会 什么 这是这本书的书面 好 那现在我们 第一个 我们开放给大家 问问题 好 好 我许知道 我们 华人都有这样子 要问问题的时候 都 都最后 留到最后两分钟 三分钟才开始 拼命的问 那不然后许就 换后学来问问题 好 而且 刚刚说的里面 有讲到一个 什么理论 什么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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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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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刚有说一个 很大 很有名的艺术家 文学家 他的 他跟那个 或许他举例故事 那个 那个人叫什么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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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举手 好 �teen 不要假唤这个喔 非卖瓶喔 你们在市面上 保证买不到 这个是外销日本 他就是理清人意重 真的在外面買不到 才可貴 好 问难一点好了 刚刚一开始有介绍一本书 那本书的书名叫什么 书哦 书哦 举手举手举手 为自己出征 好 好 然后一开始介绍的一个 泡沸的那个 一开始介绍的泡沸的什么 班总的什么 好 你们要不要问问题了 是你们问问题时间的 Q&A是你们问问题 我事后几个问问题 现在几分 46分 所以我们还有十几分的时间 那点是有说正负可以-5分钟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早5分钟下课 这是合法的下课 提早5分钟 好 各位请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要不要问一下 好 是 好 那谢谢邱长师的提问 因为我们各线 你们有没有带那个我们的 我们的讲义 其实 或许刚刚一开始有没有说 这个题目 说难不难 但是说简单不简单 因为我们的教材里面 除了我们这一堂课 叫做认识自我角色办理以外 其他都有很详细的课稿 说告诉你要讲些什么 内容是什么 但是偏偏我们的这一堂课 就只有什么 就只有写了很多篇迅文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交给我们自己 好 所以后学就只好上网去找 然后上网去找 然后上网去找里面 里面 比如说 或许找到的 就这个像这个 周里哈庄的这个 自我认识与察觉 好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就是 在心理学里面 事实上这个 各线如果上网找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事实上这个 理论是很常被应用的 因为我们人真的 我们人真的 常常就会是在 这四个里面的其中 甚至于同时都拥有 你随时同时都拥有 只是我们不是大 好 我们有幸 我们在道场 学习 然后有机会 虽然没有读 没有读心理学 然后为了准备这堂课 我们就会 再去找一些资料 发现了 我原来有这个方法 可以去认识自己 去认识自己 而且这个 尤其说 你说我们知道 然后别人不知道 这个叫做隐藏的我 对不对 有一本书 有一本书啊 他就讲说 在那个澳洲的毛利族 他那里的人啊 那个毛利人啊 毛利人是这样子 他的心 随时都是open 所以 每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知道 都有读心书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 族人都可以 互相 都可以知道 对方 对对 跨业的声音 谢谢庄老师 跨业的声音 各界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他是没有 没有隐藏的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他在里面 书里面讲到最奇怪 他说你们 你们 你们 你们怎么都在 庆祝生日 他说生日有什么好庆祝 生日就是你老了一岁而已 他们是庆祝 他们有没有 道德 跟智慧的提升 你道德有提升 智慧有提升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提升人家很清楚 因为他们的心是没有 是没有 没有围墙的 所以他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那个记者 为了要去那里 参与他们 讲了很久 原本都不答应 结果后来答应 让他跟着他们一起生活 第一个要先把他所有的 你在文明世界所有的东西 通通的话 丢掉 手机啦 身份证啊 什么钱包 什么都被留 然后他看到荧幕 他说 他说 有一段时间 所有人都不讲话了 都静默了 结果后来 那个长老就说了 他说 我们出去猎 猎物的勇士 他回报 说他猎了一桶袋鼠 他是因为他现在人生病 不舒服 他没有办法 把整只袋鼠抬回来 他请求长老允许 可不可以把 袋鼠把他切掉 然后其他飞回来 然后这个记者就 当然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存着很大的疑惑 因为他真的没有手机 没有机器 你放心绝对没有 也不可能作弊 结果真的过了半天以后 那个勇士就带着 背着一只 没有尾巴的袋鼠回来 所以我们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自己会 把心藏起来 那我们藏起来 有时候是很多原因 不想让人家知道 那里面可能多少 是不是有一些 是不好的 不敢让人家知道 但是如果你在毛利主那里 也就不可能 然后再来 比如说 认识自我 与沟通 当你在找资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一些资料 他就会重复出现了 比如说周哈里窗 就出现了 然后他这里又多了一个 人生的需求 好 然后 比如说 再找一找 欸 就会看到了 这个真的 或许在网路上 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就这样子 慢慢这些东西出来 然后 或许就去 去看 比如说 他有一些 不自己出生 他有一些 是因为时间到了 所以 小了 所以 所以 应该 真的时间到了 小了 好 所以 回答 教授老师的问题 或许解释 因为这个 我是没有 没有真正的一些 标准答案 所以我也是 只能做 或许上的 不要这样 好 好 好 我们说 好 那在 讲述这个课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做一个 角色扮演充足的 那个所谓的 如果去处理 或者是一些方法 给我们这些 我们学友 好 谢谢 当然 其实 包括 刚刚各位前前 这个学校上 有一张版是 对 那我们这里 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这里面的 书目里面的最后 也有一个 希望我们能够 达到什么样的 效果 最后 但是 说真的 有时候 这个真的又要做 未来的时候 我们会很希望 多久的一些资料 是 就会少掉 跟他们的 互动 所以 如果你在传统的时候 是可以 用这个 跟大家 做互动 好 然后这里面 我们可能就会 想到说 你喜欢什么 你最大的训练 你最大的愿望 想要怎么样 好 然后如果 或者是说 你在角色上 你应该怎么样 去 冲突的时候 另外 后选 去 去探讨 或 虽然我们题目是定 但是 只是我一角色办 对不对 但是 事实上 这个就不能讲成 两个题目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 到书里面 他讲的意思 应该比较私俗 包括透过角色 角色的立场 来知道自己的 来认识 来了解自我 当然 如果遇到冲突的时候 那你应该怎么样去 回到自己 然后再用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 认识了你的自己 再去扮演好那个角色 没有说特别再延伸出去 一直在讲说 我们有哪些角色 那这些角色 如何去办 后选的认识是这样子 谢谢 还有吗 没有的话 有 后选不知道 但是后选资料 有 你刚刚讲 是这样说的 好 那现在几分 后选资料 不是 好 那最后 或许是把这 既然带回来 既然带来 不可以带回去 对不对 好 而且 后选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讲识 有点可惜 但是后选如果是在上课 大家气氛多好 好 那 后选 可不可以邀请一位前选 所以 就是 您 就您上 刚刚后选讲的 愿意 发表一下 简单就好 几个字也都好 可以吗 你愿意吗 好 那后选先把这两支送出去 因为刚刚有问题 你有拿一支了 对不对 没有 有问题的要先 这样才可以鼓励 需要用的后选可以借给大家 借给大家 好 有吗 可以分享一下 给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它是 它是一个脚底按摩协会的 按摩棒 但是事实上它的设计 有很多可用 比如说 你说像那个原始点 这里这个点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但是 都没够手来搅拌 也不够搅拌 因为 心疼 它用这个就可以 可以帮助你 它残忍的 等待 好 如果没有的话 后选就 再追问两个问题 而且你真的 希望大家能够问问题 还有 能够 讲一下好不好 再问一次 好 讲师 各位讲师 姐姐大家好 刚刚 刚刚 郎教师讲的都非常精彩 在那个 是我的部分 可是 就我们身为一个 多重角色扮演的 新时代社会的女性 我就会让她觉得说 那些的疑问 都会落在 因为我今天一定是迟到 早上要先 安顿好孩子 先上个早餐 洗完衣服 我昨天还要上班 那当这个角色 或是你昨天要工作 产生冲突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里的自我认讨 就会出现问题 我觉得如果 以我们女性同胞来讲 我跟你讲 真的最大的癥结 就在这 当我没有时间的时候 叫场 到场征召我们 讲师 所以得一定要到 几次不到 我就怎么样 我怎么办 然后当先生 开始concline 你每天 都往道场跑 孩子呢 孩子要在上学 怎么办 那这时候你的 人生定位的顺序 你要把哪一些 在不同阶段 排前排后 我觉得这会是最务实的 或是让大家来讨论 就是后半段讨论 这个地方应该会很精彩 那每个人排出的顺序 有的不一样 每个人他在他的人生目标 我们要修到 是排很高的 可是在现阶段 例如我小孩还小的时候 我还是要家里要全 不然活泼一讲话 我们不知道说得了吗 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 当这里找到自我的之后 后半段的课程 在这地方多琢磨 你会引起单元更多的互动 和讲出他的心声 当讲出他的心声 这一堂课才会契入他的生活 谢谢 其实他不是为了得到这个 他是要告诉我们大家 教我们大家 后来也要传这堂题 对不对 当然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角色 其实都有很多的 人家说家家有本 哪面的结 所以讲这个一定会有很多人的愿意讲 那当然后选非常肯定 说刚刚的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真的也有一点点困难的地方 其实他是像两个题目加在一起 然后我们其实一般课程 知道上课就只有50分钟 那你除非有一些东西 你就讲的少一点 但是你讲的少一点 又会觉得说 好像会对不起班人的感觉 那你要留个 像我们现在是可以20分钟的Q&A 但是我们上课不可能 上30分Q&A20分 对不对 最多就是上课的40分 Q&A10分钟 然后还要克服大家一开始的客气 没有问题到最后才要问 好还有吗 很快还有礼物 各位啊还有一个 好那后选通常都会用杀手键 问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那快点 看举手快慢 后选就 可以下歌了吗 可以 可以 好可以了 时间到了 好 好 那 各位闲闲 后选姓什么 杀手键 够简单了吧 好 好 够杀手 够杀手了 对不对 够利落 好 这个要累积多久 问问题的经验才有 不然你们站上来看看你们说我们要回去回头问十个问题 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 后选真的只能够说就自己所知 因为后选也不是符这个科系 只是说在道场当中 我们接受了这个题目 我们就认真的用心的去准备 那后选用心还有真诚是绝对的 但是表达的不一定是能够把所有人通通讲得很好 那内容的话 应该也是有一些地方 像刚刚的讲师跟后选跟我们提的 我们可能在角色扮演方面 可能可以再更加入多一点点 甚至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多增加这方面 那讲部院的地方扣球先夥十杯 赦罪 那请我们超市讲师多补充 谢谢各位闲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